放在耳朵旁邊下旁腰亮相 然後就開始接阿虎的 人聽 人聽 阿虎的 阿虎的 畫面現場是內湖公民會館 與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合辦的歌仔戲教學 透過三堂課程 指導老師郭源瑜 手把手教導學員 歌仔戲曲調的演唱 與聲斷技巧 在最後一堂課程中 也由學員們分組展現 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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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 學習成果 因為那個 其實我從小就覺得 很喜歡看歌仔戲 那覺得說有看到有這個訊息 覺得很棒就趕快報名登記 占名額 那我先生他是對金劇比較有興趣 他也是陪我一起來 其實這個戲曲都差不多 可是各有各的巧妙 所以我禮拜六在劇校學金劇 然後在這邊學這個歌仔戲 我很高興 到這個年紀還能學到 因為這都是我們小時候看的東西 現在外面已經很少了 所以希望多舉辦一點這種活動 我自己有在接觸劇場的演出 然後在因緣機會之下 我看到郭老師的臉書有這樣的訊息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容易參與的時間 因為在平日的下午 所以我就邀請我媽媽也一起來 我媽特別遠 從桃園一起來 然後我媽還說 這三堂課就要做一個簡單的 小聲跟小蛋的驗收 也太難了吧 但對我覺得來說 就是老師非常認真 在短短的三節課 給我們又是蛋又是聲 還有一些劇場裡面的聖誕寂寞丑 關於歌仔戲的一些的練習 那對於沒有學過歌仔戲的朋友 其實是非常合適的來參與 然後拿道具 然後熟練生巧以及歌唱 媽媽你覺得呢 對啊 我覺得有這個機會真的是很棒 老師很厲害 小蛋小聲難不倒塌 而且叫我們腳步手 就讓我覺得真的是幸運 很幸運很幸福的三堂課 老師在開課吧 是吧 對 希望老師能夠多多 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多多學習歌仔戲 認識歌仔戲 我是從桃園中立這邊過來的 那我覺得從小就有看歌仔戲 然後我覺得歌仔戲很美 然後加上我覺得台語 我們要學下去 要團下去 所以我自己要來學這樣 來上這個課很開心 然後老師也教得很好 因為本身我就是戲曲學院的學生 然後來這裡也可以多學一種戲曲 畢竟我本來是京劇系的 來學歌仔戲 感覺很好 很有樂趣 然後而且老師也很會教 老師唱得也很好 然後很多地方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因為第一次參加這個公民會館辦的 然後感覺非常的活潑 然後覺得我現在對歌仔戲 有更深一步的了解這樣 因為這個歌仔戲就是唱台語 所以要讓大家了解這個歌仔戲的文化 一定要讓大家了解這個台語 藝源這個重要性 這樣 所以教大家唱歌唱曲 最重要就是這個歌仔戲的文化 就是這個四大曲調很重要 另外就是說這個歌仔戲 正前有一些很可愛的戲文 讓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這個不說很嚴促 讓大家這樣開心一下 所以有這個小聲還有一個小段 讓大家會記住 這個新端怎麼比 這個唱鹵怎麼說 我們老師都說啦 這個唱歌要清 說口白要涼 所以就是要讓大家知道這個歌仔戲 是怎麼來表現 台灣戲曲學院就在我們內湖公民會館的 斜對面 壁湖公園的旁邊 那戲曲學院本來就是擔負著 傳統戲曲的一個傳承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透過推廣教育的方式 來讓更多的民眾來體會 傳統的戲曲的一個精髓 那麼我們館長 書館長很用心 我們結合了我們的戲曲學院 以及叫復興聚校 那麼他們的學生真的 差不多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 才可以進到這個櫃校來學習 那我們今天讓我們的家長 去體驗到 以前學習的人真的 要學一個藝術是不容易的 那麼這樣之下呢 今天有這麼多的媽媽 跟小姐來體驗到說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一個特殊的一個文化 那我身為湖冰裡的里長 我覺得很榮幸我今天來到這裡 看到很多很多的媽媽 跟很多的年輕人很喜歡寫藝術 就代表我們在這裡 尤其內湖區的地方 我們傳統藝術還是可以值得發揚觀大 來參加的學員 有親子黨也有夫妻黨 還有遠從桃園來的民眾 大家都很感謝老師 以輕鬆有趣的教學方式 讓他們有機會 接觸歌仔系傳統文化 老師教得非常好 上課非常的活潑 好可愛 而且唱得非常好 每次上課 我都覺得好像看了一場表演一樣 好棒喔 好開心 老師的教學非常的認真 而且也不常思的 真的在手把手的教學 是一場表演藝術 退隊 哼 心聽賣 唸呀 走上關 敗火 所以你用 會一致龍瓦 好棒 往前 幫幫洗臉 無人快 三組 三組 講到 輸兩三架 紅包穿 輸兩三架 紅包穿 換我 掌 掌聲鼓勵一下 老師有去想要怎麼去帶給初學者 怎麼去教初學者 然後如果說未來我有看到 就是初學或者是國外的朋友 他們有想要學的話 我可以大概怎麼跟他們介紹個來戲 然後挺好玩的 可以玩到很想玩的馬邊 點一下 上次講什麼 為騎摩托車就為騎馬 點一下 十三看 策略 三合 歹 神 第一 Rainbow 裝 有一 好 我們開起來 參加這三堂課讓我更熟悉 歌仔系的基本 旁盪 曲調 聲段 尤其這次有教小聲小蛋的聲段 更有趣的就是有教騎馬 這是一般可能在外面 比較沒有學到的東西 蠻開心的 所以這三堂課就是要 第一 歡樂 第二就是呢 我們要讓大家更看得懂戲曲的表演 意象的表現 曲調之美 再來第三個就是說 希望可以讓大家體驗完之外 我們可以讓這個戲曲的流傳 大家會更有興趣 阿爸就阿爸 阿母就阿爸 這樣樓上就樓下 做會來學歌戲這樣 這樣大家就覺得這歌戲很趣 那公民會館 就是透過希望這樣的一個傳承 那我們也得到一個非常好的回響 那我們有機會也會跟戲曲學院繼續合辦 不管是國劇的欣賞 或是其他的傳統戲劇 那讓我們可以來體驗這一些傳統戲劇的滋美 在歡樂的氣氛中 歌仔戲體驗課程圓滿落幕 內湖公民會館表示 未來也將與台灣戲曲學院繼續合作 推出更多元的體驗課程 讓民眾有機會來認識傳統戲曲的文化特色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